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币的程式系统是可以追回那些所谓秘道的比特币 所以往后比特币只会有好消息 他虽然会秘道 但只要程式再进步一点 就可以帮助找回比特币 原因 如果是以非法渠道使用 比特币由一个非法使用者到另一个非法使用者的手上 只要捉拿到这两个人 比特币就能够归回这位辅助的手上 但现时捉拿不到责人是因为 就算是在电脑上追查到这个责人的IP address 住址和身份 现阶段 警方也不会视为偷试案件 故此不能够将责人捉拿 但往后 如果偷取比特币成为一种偷试案件 比特币就是有价值的物品 Freemason也一定会让这件事发生 就是让偷取比特币会被警方列为偷试案 当拘捕几个人入獄 然后将他们承之于法 那就没有人会再偷取比特币 但一定不会交地方政府 或者地方警察处理 要加上有权力的人 例如联邦密探 或者是国际刑警才能够处理 这个正如附加一个警察 或者一个部位给比特币 有一天 当人们发现 比特币对比银行安全100倍 他们就会外上比特币 所以当比特币工程师做一个程式 转为联邦密探调查议设计 这样就可以制裁这些赌策 到时比特币也会向666进发 变成天价 问题二 有关比特币提款机 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答案是 比特币出现自动贵源机 ATM 比特币将会出现几个的发展 第一 普及化 因此已经有很多组织接受比特币交易 如果将来有几百万间公司 接受比特币的话 他们每一间公司 只分得几枚比特币 这个将会使比特币飙升至天价 因为除了比特币稀少之外 以比特币交易 可以折省税款 方便和保值 当流通量不断增大 比特币的价值也会变得更加疯狂 此外 自动贵源机的出现 会导致另一个疯狂现象 现时世界上约有5000台比特币ATM机 一台ATM机价值约2万美元 再用8-10万美元购买比特币传入机器里面 其实ATM机里面只是一部电脑 和一个机主的比特币钱包 因此这8万美元所买的比特币 就全放在这里让人购买 以赚取买卖差价和手续费 但是当比特币升至天价的时候 全世界的5000台自动贵源机 只要排一次队 已经可以买尽所有放在自动贵源机里面的比特币 并且一天升值一倍的话 如果机主原本扣入的100个比特币 一天之内被人买光 他用这一笔金钱只能够再扣入50个 机主只会赚取少许他的差价 却是丧失了比特币升值一倍的机会 再过一天又升值一倍的话 同样的金钱只能够买到25个比特币 这样下去的话 所有ATM机也会停机不做买卖 这个称为爆煲的现象 原因ATM机并非售卖比特币平台里面的比特币 而是私人户口的比特币 并且当这个爆煲现象出现的时候 人们会误以为比特币已经售完 因此会更加疯狂抢购 在比特币平台所买的比特币 然后直至比特币已经升值天价 再稳定下来 就已经变成一种货币 而不是一行投资 到时候ATM机才可行 问题三 比特币渐渐受关注 政府也都开始计划作出监管 但是监管的时候 他们手足无粗 不知道应该作出打压还是接受 如果在买卖中征收税款 就变相承认比特币拥有真正的地位 如果比特币成为科税项目 政府则是需要设立一些交易所 答案是 政府一定会作出干预的 在数码时代 只要政府要求人民在身份证上面 加上买卖比特币的身份证明 日后所作的交易 都必须经过这个核实 这个将会是666系统前身的实验品 他们会先将晶片 加在人民的身份证上面 但是当比特币价值连成的时候 最终的措施 政府必然将晶片植入人民的身上 并且 这个生物变色 会是666系统的前身 事实上 每一个人的指纹 眼球 心跳 都是独特的 那些植入了人体的晶片 chips 是利用人的生物变色 因此不能够造假 这一套生物变色系统 是苹果公司开发出来的 因此 这个是必然会出现的走势 并且 当退行之后 安全性提高 加上联邦物探 也都调查的话 那就更为安全 也是666时代的开始 遇到国家政府加入 代表每个人分到越少的比特币 只要香港加入 只有几百万个比特币流通的话 其实每人都分不到一个 问题四 有关比特币的投资 我们应该怎样十分立一呢 答案是 可行的有两个方法 最好的 却是只有一个方法 以往股票投资的连结方式 并不适用于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的投资 已经超乎常理的变化 第一个做法 未必是最好的 例如拥有十个比特币 每次出售一批比特币 就将卖价 扣除成本 再纳十分一 这个是可行的 但是根据交换的律 却是不会得到最大的祝福 原因 有机会 当你被提之前 其实 你只是售出了 你所有比特币的一小部分 由于比特币不同于其他的资产 当其他人没有你的密码 就不能够承计 也不会立到十分之一 我们不知道何时被提 但是神却知道我们被提之后 究竟有多少比特币存留 因此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等待放手 先将自己所拥有的十枚比特币 十分立一 不论被提与否 也已经立了 神是信实的 就由那一天开始 会将所立的十分之一的祝福 给你 再者 这个亦在避免当比特币升至天价之后 十亿万元一个比特币的时候 人要立十分之一的时候 就会感到有试探 问题五 之前Webot曾经提及 新的USSR 新苏联将会兴起 现时 穆斯对乌克兰事件的演变 有什么看法呢 答案是 背后控制俄罗斯和美国的 都是Freemason 圣经亦提及 哥甲和马角 将会在最后的时间 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攻打以色列 其他原因 护克兰事件 是被Freemason控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 很多地方虽然希望拯救整个市场 然而 他们亦希望估出更多的美元 只是已经太迟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导致很多国家破产 牵生了很多骨牌效应 除了美元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货币变成废纸 这些事件是为了让比特币正式上台 并且 现时黄金价格慢慢上升 这样将会是一个让人投资黄金的信号 要让美元崩溃 必须在所有事情同时出现 才会制造一个完美风暴 第一 好像Webbot所言 美元大量归国 都知它变成废纸 第二 它对比黄金的价格 必定要一落千丈 使到美元价值崩溃 之后 比特币会从美元的灰准中复活 成为全世界的货币 因此 好像Webbot所言 当人避险的时候 会外上比特币 原因 黄金被别人买了 就不会再有供应 但是 人们可以不断扣入比特币 只是 由于性价太快的关系 同一笔金钱 只能买到越来越少量的比特币 一个比特币 亦都分插得越来越小 当人们恐怕自己全副身家变成零的时候 于是 就会疯狂扣入比特币 比特币的价钱 亦都会等同别人的全副身价 总结感染部分 日华牧斯分析 美元变成徽子 是早已设定好的程序 今年 好像Webbot所预测 全世界的趋向 亦都是向着这个方向走 当黄金升值 美元亦都变相贬值 因此 其他国家 好像中国和俄罗斯 就会专用金本位 但是美国会推出大量的黄金 将金本位变成沙本位 这个就是美国的计中计 到那时 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会崩溃 事实上 其他国家不能够改为银本位 因为现金科技会应用大量的白银 甚至消耗量比开彩量还要高 并且白银有氧化的情况 圣经用白银代表救恩 白银被勇尽呼启 对比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救恩也会消失 而黄金代表神的同在 黄金稀少 对比七年大灾难之前 代表神的同在稀有 让人得着的时候 也是一种的祝福 但是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黄金突然之间增多 对比神的同在大增 神的公义将会成为列国的审判 今个星期 一华牧师分享2012信息号外篇